黄阿婆已经七十多岁了 是老家镇子上大家最为尊敬的人 因为她的医术为大家解决了很多困难 头痛发烧小疼小闹的她都可以解决 所有人提到黄阿婆 都是敲起大拇指夸赞不已 但黄阿婆自己 只是眯着眼睛咧着嘴笑笑 朋友李多感冒 于是找到她看病 阿婆很和蔼地告诉我们 只是身体受了江南的失寒之气 于是按摩了一番 并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她家住下 我和李多仍发愁这小镇没有履设 自然高兴地答应了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黄阿婆一个人住在镇上小路的东头 房子很大 据说阿婆年轻的时候 还是镇上有钱人家的小姐 这所与众不同的房子 就是她父亲留下来的 但是从外面狭窄破旧的房门 你很难想象里面的宽敞与华丽 中间有一口井 井是五边形的 非常的旧了 看来很久没有用过 井绳也老就不堪 进门两边是两层的木质阁楼 每层阁楼各有两个房间 正中间是四米多高的正堂 穿过天井进去 可以发现所有的顶柱和房梁 都是上好的红木 至今未曾掉晒 从正堂到阁楼还要穿过一条走廊 走廊的上面还有壁画 大都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工笔画 虽然由于江南的潮气褪色许多 但依旧色彩艳丽 可以清楚地看出画中的精细之处 房屋的地板依旧很结实 人走在上面脚底很柔软 而院子里铺地的都是非常光滑的石板 正堂摆放着会客的桌椅 整个布局与老家差不多 不过更多了些高雅的书香之气 两边则分别是连接内屋的门 只是偌大的房子 居然只有黄阿婆一个人住 于是她热情地邀请我们两个住进来 下雨的时候 雨水如穿起的珠子一条条挂在屋檐下 宛如挂了片玻璃帘子 煞是好看 这个时候 黄阿婆一般会拿着茶壶 坐在太师椅上 给我们讲她所经历的奇异故事 这个小镇并不出名 只是在抗日的时候 发生过一场战役 其实战场离小镇还有段距离 这个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地方 反而没有遭受到太多的破坏 黄阿婆的一家 似乎是为了躲避什么才来到这里 也就是说她不是这里的原住民 只是她的父亲携着巨款 驾着车拿着一大堆行李 然后在当地建了这样一所豪宅 据说那个夜晚有村民看见 黄老爷不仅带来满车的钱财 还有个巨大的箱子 黄阿婆说 从小未曾见过母亲 父亲也经常唉声叹气 半夜也会突然惊醒 在她16岁的那个夜晚 父亲说出去买点东西 结果再也没回来 那个晚上她很恐慌 总是坐卧不宁 就像有人在催促她一样 父亲告诉我家里的钱财放在何处 留下一本医书 并交代好生保管 然后急急出门去了 于是我生命里的最重要的一个男人 就这样消失了 两年后的夜晚 一个年轻人来到了镇里 他和其他人完全不同 高大英俊 满脸书生气 西装和皮鞋是稀罕物 镇上的人谁也不认识他 年轻人提着一口皮箱 拿着一张纸找到了我这里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就看上他了 可是年轻人却告诉我 他是我的未婚夫 我非常的惊讶 可是更惊讶的是 年轻人拿出一封信 信是我父亲的署名 也是父亲的笔记 信里父亲告诉我 年轻人是他的市值 婚事是他在外面 和年轻人的双亲谈好的 所以叫他来这里迎娶我 信上还告诉我 年轻人留过阳 学过西医 叫冯孝 或许你们年轻人会觉得无法理解 但我的确相信了那封信 并且遵从了父亲的安排 和冯孝结婚了 婚事很简单 只是请大家来家里吃了一顿 冯孝表情始终非常严肃 仿佛从来不会笑一样 只是例行公事般的敬酒 但却从来不喝 我后来问他 他就以喝不惯白酒为理由 婚后的生活很简单 但我也很幸福 虽然冯孝只是经常看着书 并不和我多说话 但依然觉得 有这样一个丈夫很幸运 也觉得父亲的选择没有错 可是没到晚上 我都发现冯孝喜欢在房间里翻找什么 我不想问 因为我知道问也无用 他找不到 迟早会来问我 终于他忍不住了 东西 你爹有没有藏起什么东西 他问着声音问我 虽然他对我不是很热情 但一直礼数有加 从来不曾用这种态度 我只能回答说不知道 我忽然发现 原来自己根本不了解这个男人 冯孝听完 开始冷笑 你们父女俩都是一路货色 我生气了 我可以容忍他说我 却不允许他辱骂我的父亲 那天晚上他动手打了我 并搬到了阁楼去住 第二天 冯孝忽然问我 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给我 我只好把那本普通的 记载着一些简单一里的书给他 他拿了去 天天躲在房子里读 一连好几天都不出来 饭也是我送进去的 他只是开了一条缝 吃完后又放在门外 那些日子他丢了魂一样 样子邋遢极了 满眼血丝 终于当我发现放在门外的饭 没有人动的时候 才发现他也消失了 于是我的丈夫也奇怪地离开了这所宅子 我只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那本一书 无奈地将书收起来 重新放置在我房间里 在书桌上 我看到他写了很多字 一张张散落在地 都是一些中药名 还有一些很潦草的 大都写着我的名字 就这样 我依旧过着一个人的独居生活 十年后 这两个男人都不再有任何的消息 我也逐渐将他们缓缓忘记 可是我开始研究这所宅子起来 这是我父亲设计并亲自读工建造的 那些日子他很忙碌 几乎都不同我说话 所以我想熟悉这房子的每一个地方 就如同想熟悉我的父亲一样 在父亲的书房 我忽然发现他的书柜 居然有一道汗口 我请人来撬开了木墙 却发现里面有个不大的暗示 我不想父亲的秘密公诸于众 还好请来的都是外乡人 我把工钱付给他们后就打发走了 那天傍晚 我一个人拿着蜡烛走进了那密室 密室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口棺材 漆黑的棺木 在烛光下闪着油黑的混光 我小心地挪开棺木盖子 当我将蜡烛衣过去 却发现一张令我熟悉的脸 是冯孝的 当时我差点下晕过去 可是等我镇静下来仔细一看 那人却不是冯孝 棺木里的人年纪比冯孝大 而且穿的服饰还是民国初年的马褂 手上戴着一个巨大的绿色斑脂 衣着上看来非常华丽 尸体的脖子处 还有一道身子近乎黑色的瘀痕 可是这人究竟是谁 既然不是冯孝 父亲怎么又将这人的尸体 藏在密室里 密室应该是建宅子的时候做的 尸体最少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 而且不腐烂 我只好将棺木重新盖好 退了出来 我要么找到父亲 要么找到冯孝 否则永远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我决定去寻找父亲 并且拿了冯孝留下来的唯一的照片 如果棺材里的人父亲认识的话 那冯孝的样子应该对找到他有帮助 寻找东西很辛苦 寻找人更加辛苦 何况我是个女孩子 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些 父亲当年的不多的朋友 他们提及父亲却总是一脸的不屑 并告诉我 长得和冯孝相像的那具尸体叫冯凤 是父亲的好朋友 也是一同学医的师兄弟 其实我一直对父亲只是一位普通的郎中 却拥有一大笔财产而困惑不解 当我渐渐了解了父亲和冯凤的关系后 一个非常令我难过 而恐惧的想法逐渐形成 犹如一个慢慢画好的图画一样显现出来 当年父亲和冯凤师从一个师父学习中医 但两人家境迥异 冯凤家是当地首富 而冯凤又是独子 为人豪爽而且有学医的天分 他对父亲很好 资助他衣食和学习 父亲也非常感谢他 他们两个有次跟随着师父去外地治病 结果冯凤家中突变 他必须回去继承遗产 于是父亲陪着太医道回去 但是冯凤的家人告诉我 冯凤一回家就仿佛变了个人 天天和父亲在一起 不久他就将所有财产交与父亲 然后就消失了 消失又是消失 而家中冯凤的尸体告诉我 父亲一定做了什么 对冯凤做了什么 我不敢想下去 无法接受自己的父亲居然还有如此一面 他们两个在回去的路上 父亲究竟对冯凤做了什么 我始终无法想到 可是我在冯孝带来的行李中 居然发现了家层里有一些东西 那都是一些散碎的记录 都是关于引路人的 人将死 而存弃于吼 已要泡之 故弃可半月不符 面如常人 谈吐吃事无意 然须引路归家 惠家人 素一命 方历死 而且还有一些引路人的样貌描写 黄袍 高官 白不扎头 手持帆 脚踩七星 容貌不可变 须以石灰混以茶米复之 帆是隐魂帆 七星 是七星黑色不邪 传说引路人不可被死者看到容貌 所以以石灰涂抹到脸上避邪 而茶米就是糯米 我这才想起 父亲曾经向我提及过 家中有一门世带相传的古术 而且在他的书房里 也看到过黄色的道袍 原来 冯凤到家前已经死去 父亲靠着引路的古术将他带回家 并控制尸体 让冯家的财产全部变成他的 难怪 他宛如躲避什么一样 逃到这样一个人烟稀疏的古镇 当我情绪低落到顶点的时候 父亲却又出现了 只是他老了很多 几乎快让我认不出来了 那个夜晚 如同他离开家一样 他又再次回到这里 带着一身的酒气和疾病 他没活几天 我明白 他只是知道自己活不长了 想死在老宅里 那几天我没有问他关于冯家的一切 不过他除了静静地看着我 就是不停地流泪 迷流的那天晚上 月亮很圆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是我害死了冯凤兄 我对不起冯家 可我真的穷怕了 家传祖训 做过引路人 人盯不忘才不进门 我和他相处越久 他对我越好我就越恨 我恨为什么他比我幸运这么多 他资助我在外人看来 是为了师兄弟情义 而其实在背地经常对我一指气势 动不动就嘲笑我 学徒的时候他让我坐着坐那 我每天都要到深夜才能静下心 学习白天师父教授的东西 这样长久以往 自然不及他 外人看来 我们感情很好 其实恰巧相反 那天晚上 也是这样一个晚上 我随着他一起回家赶路 一路上 他急着回家 出手极为阔绰 白花花的银子拿出来 也不要人家找 出门在外 祸不离客 财不露白 什么是露白 银子就是白色的 也就是不要过于招摇 我提醒过他 可他根本不听 还羞辱我 果然 一群贼人盯上了我们 他们将冯凤洗劫一空 并将我俩掉在树上 我比他身体灵活 等贼人走后 没多久 便解开绳子 翻了下来 可冯凤娇生惯养多了 绳子本来绑在身上 挣扎一翻后 居然退到脖子上 卡住了 他拼命挣扎 高声叫我来救他 那一刻我犹豫了 救我下来 回去我赏你些 赏你些银子 你不就是缺银子吗 快啊 你平日看这银子 不都傻子一样吗 冯凤说话有些不清楚 但我却清楚地听到耳朵里 我不知道当时干了些什么 只是走过去 拉紧了系在他脖子上的绳索 不削半刻 冯凤就不会动了 那时候我开始惊恐了 但很快发现这个山野荒地 根本没人知道 后来我又想到尸体刚死 可以利用自己的家传古术 将它引回冯府 接着就将冯家的财产据为己有 拿到钱我很怕 因为我几乎天天看到冯凤吐着舌头来找我 于是我将它好好安葬在宅子里 这宅子其实是可以震魂的 一来希望它早日超生 二来也可以让它别再纠缠我 可是我却发现根本没用 几乎每天 都能听到冯凤在我耳朵边喊道 还我的银子 还我的银子 我几乎快疯了 于是逃了出来 冯凤有个老早送到外地读书的儿子 他似乎知道了什么 并一再问我 将冯家的银子拿到哪里去了 于是我干脆告诉他 只要和我女儿结婚 病好生对我女儿 自然会把银子给他 这个小子也压根不想知道 自己的爹是如何死的 他居然说就算是我杀的 他报了复仇 也没钱 还要偿命 根本不知道 我不知道冯孝对你怎样 我只是觉得有那笔银子吊着他 应该会对你好点 这些年在外地 冯凤一直追着我 所以我只好又逃了回来 其实冯孝找的银子 我全部铸成了大银定 就藏在 藏在 我的父亲说到这里 忽然睁大眼睛不说话了 手颤抖地指着我身后 冯兄 你来接我了 他忽然大笑起来 我惊恐地转过头 发现身后什么也没有 可是当我回过头 父亲的脖子上 忽然多了一双手 按住的痕迹 而且还有个清晰的 扳纸印记 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说话也开始打结 我不会告诉你银子在哪里 永远不会 那笔银子我只会留给我女儿 你和你儿子都找不到 脖子上的手痕越来越重 父亲的笑声也越来越小了 终于 他咽气了 我将父亲和冯凤的尸体 一起火化了 只是当天 冯凤的尸体就开始臭不可闻 我希望这样可以化解 他们之间的怨恨 可是 那些让人争斗的银子 那些不吉利的白色 究竟被父亲藏在哪里 我想到了那本一书 于是我开始仔细寻找起来 我突然发现 最后一页有被撕开的痕迹 这应该是冯孝思的 我马上打开 发现家层里有几行字 但让我失望的是 里面只有四种植物的名称 黄天竹 蓝酸枣 香叶子 六月干 看上去根本没什么 不过我发现 他们的中药名 却有着联系 十大功劳 无盐果 月桂 夏枯草 开头的四个字 合起来便是十五月夏 最后的夏 即夏的同音字 于是我在宅子里待着 一直耐心地等着那个月的十五月圆之日 那天的月亮一如往昔 可是我一直没注意 十五的时候 月亮恰巧有一半投射在天井里 那一半白色的月亮 就如同一定银两一样白的诱人 我不禁一阵苦笑 可是我无法一个人下井寻找 于是赶紧叫来一些人 打算下井 第一个下井的人高声尖叫起来 他兴奋地告诉大家 原来水下的井壁居然都封了很多银子 大家的眼睛都直了 可是马上第二声尖叫响了起来 这声却充满了恐惧 冯孝的尸体被找到了 他背着一口大袋子 里面装满了从紧币抠出来的银子 那天晚上他一定找到了书里的秘密 结果一个人下井 但是银子过重 结果被压在井水里 那时候还是冬天 他又不敢喊我 结果爬不上来 活活冻死了 难怪 难怪我觉得井水的味道忽然变了 冯孝尸体没有腐烂多少 这里气候偏冷 加上井水凉 所以反而起了防腐的作用 我看着他有些悲凉 并非是因为他的死 因为我早当他死了 只是看着他临死前 都紧紧地握着一顶白花花的银子 那银子在月亮照射下更加可爱有人 散发着温柔却冰冷的白光 打捞银子的人都有些呆滞 他们一辈子都未曾见过这么多银两 我只好高声宣布 这些银子早就上报给国家了 如果乱动 政府会抓人的 他们听了只好作罢 这里毕竟还是民风淳朴 我将这笔钱捐了出去 一部分给了冯家的遗孤厚人 这本该是他们的 一部分休憩了这个镇子 剩下来的 我拿去系统地学习了医术和购买药品 我觉得只有这样 才能为父亲赎罪 黄阿婆喝下一口清茶 雨开始停了 故事也讲完了 只是黄阿婆看着那口黑乎乎的身井不说话 许久 她忘了忘我们 眼角渗出一股浑浊的眼泪 才不露白啊 怕丢的不是银子 而是人心 黄阿婆用黑色的袖脚擦了擦眼睛 不再说话了 刘磊是个气质和才华 都很出众的帅小伙 可因为没有婚房 年近而立仍打着光棍 为了尽快成家 刘磊想方设法凑钱买房 俗话说马无业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负 刘磊深知 光靠自己那点死工资 就算不吃不喝攒到两鬓斑百 离买房仍旧差着一大截 可是怎样才能发横财呢 琢磨再三 刘磊想到了去股玩市场捡漏 刘磊有个好朋友 绰号叫张大胖 这几年 张大胖靠在股玩市场捡漏 赚得盆满钵满 所谓捡漏 就是在卖家不知情的状况下 你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值钱的股玩 但捡漏不是随便就能碰上的 他既靠运气又靠眼力 运气天注定 眼力得自己练 于是 刘磊备了厚礼 徐欣向张大胖请教 鉴别文物的窍门 学了大半年 刘磊觉得自己 已经有了一双火眼金睛 便开始实际操作 城北有条古玩街 那儿聚集了许多卖古董的摊贩 是个简陋的好去处 星期六早上 刘磊揣着三万块钱 兴冲冲来到了古玩街 刚过九点 古玩街上以人头攒动 街道两边摆满了 各是五花八门的古董 买卖双方的争论生 讨价还价生此起彼伏 刘磊听张大胖说过 这儿所卖的东西多半是艳品 想在其中逃到真货很不容易 要简陋更是难上加难 大胖的话一点没错 刘磊四处学末 忙到赏五仍没发现有价值的古董 他十分沮丧 正要退出古玩街时 迎面撞见了一个挑担子的瘦老头 瘦老头的担子里 塞满了香炉 鼻烟壶 铜镜之类的小玩意儿 刘磊随便瞅了瞅 当他的目光略过一个高约两寸的磁人时 眼前猛然一亮 这磁人是个古装少女 色彩鲜艳栩栩如生 很像明代官窑烧制的 刘磊把磁人捧在手中仔细端详 只见那少女的面容轻力脱俗 一双动人的眸子活灵活现 郑寒情默默地望着自己 也不知为什么 刘磊的心里 忽然生起了一股莫名的爱怜 见刘磊对磁人目不转睛 瘦老头敲起大拇指说 小伙子 你真是好眼力 这件明朝古董 是我费尽心机才搞到的 这话反而引起了刘磊的警觉 他把磁人又细细研究一番 终于发现了一点 磁人的橙色泰心 不像经历了五六百年的沧桑 但从工艺上分析 他确实是明代的磁器 遇到这种真伪难辨的情况 最好的办法是跟卖家打心理战 在察言观色中摸点底细 于是刘磊撇撇嘴 冲瘦老头冷笑道 这次人的烟火味还没退进 也敢冒充明朝古董 瘦老头争了一下 玄机赌咒发誓说 天地良心 这真是明朝的东西 只是 说到这儿 瘦老头朝四下望了望 咽下了后半句话 只是什么呢 刘磊追问 瘦老头凑到刘磊耳边 压低声音说 只是这次人的来路有些不正 嘿嘿 好像是盗斗弄来的 刘磊明白 盗斗就是盗墓 盗斗货通常要价不高 看来今天自己能捡个大便宜 果然 瘦老头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 对刘磊说 我急着成交 只要给两万元 这次人就归你 听了这话 刘磊的心不禁一阵狂跳 为了慎重起见 他掏出手机 对着此人拍了几张照片 接着 刘磊用手机把这些照片 发给了在外地倒腾古玩的张大胖 请他帮忙鉴定 没过多久 张大胖打来了电话 他告诉刘磊 从公益上看 这次人确实像出自明代官窑 但仅凭照片不好下结论 张大胖建议刘磊继续杀价 如果卖家可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那么这次人多半是赝品了 刘磊皱着眉头对手老头说 权威专家看了照片 认定这次人是仿冒皮 瘦老头仍坚称磊人是真货 但口气软了许多 刘磊不断压架 几番唇枪舌舌剑后 瘦老头阵脚大乱 最终愿意千元成交 到这一步 磁人的真伪已毫无悬念 刘磊正要转身离开 可是当他的目光再次落到磁人的脸上时 竟然鬼使神差般改变了主意 他掏出一千元 买下了磁人 刚走出谷玩街 刘磊就后悔了 一件仿谷工艺磁 再精美也不过百把块 可自己居然花了一千元 真是脑子进水了 晚上临睡前 刘磊拿起磁人又瞧了瞧 灯光下 古装少女比白天更显娇艳 他深情地望着刘磊 似有千言万语要数说 正当刘磊看得入神时 诡异的是发生了 少女竟然调皮地冲他眨了眨眼 刘磊以为自己看花了 便揉揉眼睛气瞧 没错 那次人又冲他眨了眨眼 嘴角还犯起一丝妩媚的微笑 肯定是自己太困了 一致产生了幻觉 想到这儿 刘磊放下磁人钻进了被窝 脑袋刚挨着枕头 刘磊就闻到一股诱人的芬芳 睁眼一瞧 天哪 那此人正笑吟吟地站在床前 所不同的是 此时他不是一件小巧的工艺品 而是一位楚楚动人的美少女 见刘磊惊愕不已 少女柔声对他说 刘磊莫怕 我叫新儿 是明朝的一个郡主 阴仰慕刘磊的风采 特来与你共一段成员 刘磊呵呵笑道 这样美丽的郡主 我咋会害怕呢 我只是很好奇 你是如何从明朝来到二十一世纪的 是穿越吗 新儿奄然一笑 差不多吧 究竟是咋回事 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接着 新儿坐到刘磊跟前 俩人亲热地聊了起来 刘磊向新儿畅谈 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生活 从火星探测器讲到英特网 又从芙蓉姐姐讲到了奥巴马 新儿则详细描述自己在明朝的生活 刘磊听得入了迷 俩人正聊得兴起 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 新儿瞅了一眼窗外 起身对刘磊说 我该走了 明晚再来与你相会 刘磊千万别把我的事讲出去 说吧 他长袖一百 说得不见了踪影 就在这时 耳边传来了手机闹铃声 刘磊睁眼一看 发现天已大亮 原来是难刻一梦 但奇怪得很 屋里凭空多了一股诱人的芬芳 这香味分明是昨晚心儿留下的 刘磊把目光投向床边的词人 只见他正含笑望着自己 刘磊拿起磁人 心中不觉又是一惊 天哪 此刻这股装少女竟然是温暖的 磁器也会有体温 这太不可思议了 整个白天 刘磊满脑子都在想心儿 想那个离奇而又逼真的梦 晚上 刘磊又捧起磁人 发现她仍然有温度 望着心儿那张娇艳美丽的脸 刘磊喃自语道 可爱的郡主 今晚你还能到我的梦里来吗 话音刚落 刘磊就觉得一阵困意起来 随即便睡了过去 片刻 心儿飘然而至 刘磊高兴极了 倾数一天的相思之苦 心儿笑叶如花 情意绵绵地与刘磊互诉忠常 东方破晓时 心儿恋恋不舍地和刘磊告别 相约晚上再见 打这以后 刘磊天天盼着太阳快下山 盼着早些和心儿相会 梦中的美人如花似玉 梦中的感觉甜蜜无比 刘磊深深陶醉其中 有一晚 刘磊指天发誓说 心儿就算只能在梦里相会 我也要用一生好好去爱你 心儿感动得热泪盈眶 扑进刘磊怀里 你难道 刘磊 我没看错你 只要你真心爱我 咱俩的缘分就不止在梦里 转眼过了一个多月 这天傍晚 张大胖来刘磊家串门 闲聊中谈起了简陋 张大胖问 刘磊上回那个词人 后来你有没有买啊 刘磊点了点头 多少钱买的 张大胖顿时来了兴趣 刘磊如实相告 听说是一千元 张大胖立刻泄了气 他认定那玩意百分之百试验品 不过张大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 让刘磊把词人拿出来瞧瞧 刘磊从卧室取出词人 发现他没了温暖感 张大胖接过词人 翻来覆去仔细端详 看着看着 他的眼睛突然瞪圆了 胖脸上的肌肉开始不停抽搐 见此光景 刘磊疑惑地问 怎么 这词人有名堂 张大胖连连点头 声音发颤地说 这词人是真货 是罕见的明代官瑶特烧词 刘磊又惊又喜 庆幸自己头一回出手 就捡了个大漏 想了想 他不解地问 既然是真品 那词人为啥这么新啊 张大胖猜测道 只有一种可能 这词人刚出土不久 而且是从一座 密封程度极好的古墓中出土的 刘磊想起了瘦老头的话 便告诉张大胖 词人细盗斗所得 张大胖认为 这就是卖家肯低价出手的原因 然而 就算是盗斗货 也不可能卖得这么便宜啊 对此张大胖百思不解 不过 此时张大胖 无心细究这个问题 他仅仅攥着词人 目光灼灼地问 刘磊 你把这件古董卖给我好不好 刘磊试探着问 能卖多少钱呢 张大胖说 咱俩是好兄弟 我绝不讹你 八十万成交 天哪 八十万 刘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凭借这笔巨款 可以轻轻松松在市区买套宽敞的住房 有了房子 自己的婚事就可大功告成 想到这里 刘磊激动得满脸通红 当即跟张大胖达成了买卖协议 张大胖说明天就把八十万凑足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送走张大胖 天色已黑 刘磊找出一只木匣 准备把价值八十万元的宝贝装起来 当他小心翼翼腾起此人时 双手突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冰冷 刚入睡 刘磊就听到了忧怨的哭声 抬头一看 只见心儿正满面泪痕地站在跟前 刘磊 你为何这般狠心 为了区区八十万元 竟然把我卖了 全然不顾奴家对你的一片痴情 心儿满腔悲愤 气不成声地说 刘磊辩解道 我卖掉的只是那词人 并不是你呀 心儿说 我的魂魄就附在词人上 你卖掉了他 就等于卖掉了我 接着 心儿道出了内中的引擎 心儿本名叫朱新 施政德年间鲁安王朱又的小女儿 朱新聪颖美丽 朱又夫妇将之示弱 掌上明珠 可惜 朱新十七岁那年突然病故 被安葬于承熙的凤凰山 朱新死后魂魄未散 五百年间修成了精灵 刘磊常去凤凰山游玩 朱新对他俊朗的外貌 出众的才华一见倾心 渐渐萌生了与之结成抗力的念头 朱新目中 有一个仿照他生前模样烧制的词人 朱新便将自己的魂魄 敷在那词人上 然后设法来到刘磊身边 每晚和心上人在梦中相会 讲到此处 心儿含泪问道 刘狼 现在你明白了吧 离开那词人 我的魂魄将无所一棒 你卖掉他便是抛弃了我 听了这话刘磊的心软了 他一把抱住心儿 独咒发誓说 我明天就取消跟张大胖的交易 从此用一声好好守候你 临分手时 心儿再三向刘磊叮嘱 刘狼 千万别卖掉那词人 否则此一别将成永绝 第二天 张大胖如约来到了刘磊家 刚进门 张大胖便说 刘磊 咱现在就去银行 我当场把钱转给你 看见张大胖 刘磊就像看见了 那高高雷起的八十万 看到了唾手可得的婚房 因此 刘磊想取消交易的话 刚到嘴边就打住了 生活毕竟是现实的 心儿只属于虚无缥缈的梦 为了梦幻抛弃美好的现实 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做 想到这儿 刘磊抱起庄刺人的木匣 跟着张大胖出了门 当夜幕降临时 刘磊的心开始忐忑不安 他害怕睡觉 害怕在梦中见到心儿 为了不让自己睡着 刘磊决定通宵上网 可是 刘磊没能如愿 到了后半夜 他实在抵不住 阵阵袭来的睡意 他在桌上进入了梦乡 庆幸的是 心儿并未出现 随后的日子里 刘磊也没梦见心儿 这个明朝郡主 和那次人一起消失了 刘磊长出了一口气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心中的内疚和遗憾 也跟着一点点消退 接下来 刘磊开始忙着买房 谈恋爱 半年后 他的新房装修完毕 一中人也有了着落 就在这当儿 张大胖陪着一个 秃顶的中年男子 找上门来了 见面后 张大胖指着秃顶 向刘磊介绍道 这位是马坤教授 国内著名的考古学专家 马坤一边跟刘磊握手 一边问 刘先生 你还记得把私人 卖给你的那个人吗 刘磊摇了摇头 我跟那兽老头只见过一面 不了解他的底细 马坤说 我急于找到那个人 这关系到一桩重大的考古发现 接着 马坤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张大胖跟马坤是多年的好友 俩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古玩 张大胖买到词人后非常高兴 就请马坤来家中鉴赏 不巧的是 当时马教授正在忙一项重大课题 拖到昨天才有空登门 马坤仔细看了这件明代官窑特烧词 对其精湛的工艺赞不绝口 当他用放大镜检查词人的头部时 意外发现拆环上刻着诸心二字 这让马坤又惊又喜 因为他一直在寻找诸心的墓穴 据坊间传说 明朝郡主诸心的墓就在当地 可一直没有相关的考古发现 马坤对此十分困惑 一度怀疑传说不实 现在看到这个刻有诸心名字的词人 马坤断定他就出自那位郡主的墓穴 听张大胖说 词人戏道斗所得 那么如果能找到卖家 就能顺藤摩瓜发现诸心的墓 于是马坤请张大胖带路 急冲冲来找刘磊 讲完这些 马坤皱着眉头说 诸心的墓已经被盗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找到他 进行抢救性发掘 剑事太严峻 刘磊不敢怠慢 当即领着马 张二人直奔古玩街 去军找那个兽老头 也是敢巧 没费多大功夫 刘磊他们就找到了兽老头 兽老头蹲在一棵槐树下 面前摆着十来个坦坦罐罐 见来了主顾 兽老头指着地上的瓷器 笑咪咪的说 这些都是康熙年间的玩意儿 你们若感兴趣 价格好商量 马 张二人直扫了一眼 就断定那些康熙词 全是艳疲 刘磊冲兽老头问道 半年前 我花一千元从你这儿 买走一个明代词人 你还记得吗 一听这话 兽老头立刻沉下脸 没好气地说 简陆全凭自己的眼力 想退货 古玩街上没这规矩 莫说过了半年 就是只隔了半天也不行 马昆赶忙接口说 刘先生不是来退货的 我们是想打听一下 那瓷人是从哪座古墓里 爆出来的 想请你带我们去现场瞅瞅 瘦老头的眼珠转了转 摇头道 那个瓷人不是我自己搞来的 至于他的出处 我实在不晓得 嘿嘿 我知道刨根问底犯了忌讳 这点小意思全当咨询费 马昆从皮包里取出 厚厚一叠百元大钞 冲瘦老头扬了扬 看见钞票 瘦老头顿时两眼放光 他咽了口唾沫 迟疑着问 只要我说出实情 这钱就归我吗 马昆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下 瘦老头立刻吐入了 瓷人的来历 那天他去凤凰山 经过一处偏僻的山坳时 无意中踩到了一件硬邦邦的东西 低头一瞧 原来是个古装瓷人 瘦老头在古玩行里混了多年 颇有些眼力 他觉得瓷人的制作工艺 很像明代古董 但因其成色太新 又怀疑是现代房品 瘦老头吃不准 就是这把瓷人拿到古玩街上去卖 在跟刘磊的讨价还价中 刘磊认定瓷人是艳品 而且说出了充足的理由 瘦老头就胡乱把瓷人卖掉了 听完这番讲述 马昆把钱交给瘦老头 接着请他带路 去发现瓷人的地方现场查看 来到凤凰山西侧 瘦老头四下瞅了瞅 然后指着一处山傲说 诺 瓷人就是在那儿捡到的 马昆在山傲里仔细查看了一番 没发现任何导动 但他并未死心 决定明天带上洛阳铲再来踏刊 几天后张大胖给刘磊打来电话 说马昆他们有了重大收获 在那个山傲发现一座 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墓 初步断定是鲁安王女儿朱新的墓 明天上午 文宝部门将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当晚 星儿突然出现在刘磊的梦中 和半年前相比 他已瘦得不成人样 星儿走到刘磊跟前 神色欺然地说 刘狼 我来和你永别了 刘磊满面羞残 恨不得找个地缝躲起来 临走前 我想带刘狼去看几样东西 星儿一边说 一边扯住了刘磊的手 刘磊只觉身子一倾 随即跟着星儿飘了起来 不一会儿 他们飞到凤凰山 在一处山坳中降下 刘磊定睛一看 这儿正是受老头捡到词人的地方 星儿用手朝地面一指 眼前顿时出现一道月亮形的拱门 星儿拉着刘磊穿过拱门 沿着长长的涌道 进入了一间豪华厅堂 厅堂正中放着一具棺果 棺果前有四口一字排开的木箱 星儿走上前 将木箱逐一打开 四口箱子里分别装满了各种珍宝 那多么的光滑要人眼目 星儿指着四口箱子 冲刘磊问道 这些东西比那八十万如何 刘磊看得瞠目结舌 半掌说不出话来 星儿冷冷斜了一眼刘磊 继续说 本来我打算将这些珍宝作为嫁妆 统统送给刘磊 等咱俩在梦中交往九九八十一天后 我便能修成正果 化成有血有肉的真人 与你共一段美满姻缘 可惜 刘磊为了区区八十万 把这一切都断送了 说吧 心儿仰天悲叹 瞬间碎成了无数薄薄的瓷片 刘磊痛彻心扉 大叫一声猛然惊醒 原来是场噩梦 但梦中的景象太过逼真 逼真到刘磊不得不相信 那一切都是真的 就在这时 刘磊的手机响了 电话是张大胖打来的 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刘磊 我刚才去开保险箱 发现那个磁人 竟然变成了一堆碎片 真是活见鬼 保险箱纹丝未动 此人怎么会自己破碎呢 后面的话刘磊没听见 因为他的手机从耳边滑了下来 上午九点 刘磊神情黯然地坐在电视机前 看珠心目考古发掘的现场直播 电视画面上 发掘现场人来人往 一片忙碌 考古人员首先打开木道拱门 然后沿着长长的木道进入了墓室 墓室内金碧辉煌 堆满了各色精美的陪葬品 最让人惊奇的是 摆在棺果前的四口木箱 里面的宝贝价值连城 带墓室中的陪葬品全部被搬空 开启墓主人棺果的时刻到了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三台摄像机齐刷刷对准了棺床 这时刘磊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当黑色的棺盖栩栩打开后 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个栩栩如生的美少女 若不是躺在棺材里 若不是身着明带古装 人们肯定会以为她刚刚睡去 摄像师对准珠心的脸部 给了一个清晰的特写镜头 刘磊恍惚中看见 心而长长的睫毛微微一颤 两颗晶莹的泪珠 从眼角缓缓滑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欢迎订阅和分享